公務員的離譜心境白白種 但是最嚴重的恐怕就是公務員說謊 所以代計權 你是不是該下台了 而柯文哲又是不是成了代最高一樣 我們來看最新消息 除了種金藻之外 還要再種其他的綠色地背植物 戴著斗粒 因為柯P要親自種菜苗 拿起鏟子用水壺浇水 有模有樣 市長心裡想的可能是 能不能也順便浇習 波卡爭議 因為代計權前一晚和他報告後 已經宣布請假待命 先請假 這個再說你要把免職 也不是我們市政府一個命令下去 還是繼續想要保護他 這也不是說保護 我覺得我們常常是說給年輕人機會 但是也不希望說 坦白講他現在這個狀態 他也是你把他綁在這個靶場的靶上面 也沒有對他也沒有更好 所以就讓他下去吧 還是力保子弟兵 尚後責任柯P要幫忙扛 但代計權去留問題不只藍綠議員 市府內部也有雜音 喊出要代計權之所進退 為事件執寫 代計權的去留還是要處理 對 坦白講 這個也不是我講的算 總要也要透過一個董事會 看大家怎麼去處理 柯市長脫口一句不能無限上綱 柯市長脫口一句不能無限上綱 不知道會不會又造成輔會關係 僵局難解 雖然朝野協商決議 下週一報告質詢 但前提是柯文哲得先為拍桌事件來道歉 又要建立新版SOP 因為柯文哲曾自信 遇到危機只要撐過三天 沒想到波卡爭議延燒近一個月 還看不出來停損點在哪裡 柯文哲是代計權的代罪高揚嗎 還是柯文哲自己做錯了什麼呢 我們帶你來看看 其實張景森忍不住的 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這麼說的 他說呢 市長提起他在台大艾茲事件當中的傷痛 他說那是一個白色巨塔內 十分黑暗龜兆的事件 但是將來也許有人認真回顧 這段歷史會發現其中仍然有光明的一面 那就是他柯文哲在危機當中 並沒有背棄跟犧牲手下 用以保護自己 說著說著市長他居然有點哽咽起來 所以呢換句話講 其實市長呢 他還是不想要砍這個代計權 我們再來看跟柯市長九個月的心得 林青蓉他也叹氣了 柯文哲不希望整個市議會 以及台北市都陷在波卡事件的名單當中 他希望議會能夠趕快回到市政的主軸 他說他跟柯文哲共事九個月 他說他看到柯文哲很支持年輕人 很支持部署一向都是他的態度 這是他的style 好所以呢說這個他能夠理解 為什麼柯文哲這麼做 但是現在陸續爆出了更多 有關於代計權可能說謊的消息 所以到底柯文哲他做對了還是做錯了呢 慧珠姐你能理解嗎 我覺得柯文哲比喻說他在台大當醫生幫下屬扛 然後去幫代計權扛 我覺得完全是隱喻失憶不同類比的 我們看他當醫生的時候 是他們整組人要受懲處 柯醫師說他接受懲處 他被降掉兩級 然後一肩扛所有懲處他承擔 然後保護他的下屬 那麼這一次代計權的事情 是沒有任何人被懲處 代計權沒有被懲處 照柯P的邏輯 應該代計權被懲處 保護他下面那些 包括說錯話的林曉琦等等 這才是等同的模式 那要不然就是你柯P自己自行處分 或者是說你有一個什麼樣的表示說 是我柯P錯了 然後你保護代計權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這件事情的類比是完全不通的 第二其實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 張景森何許人也 他也是跟代計權一起打選戰 他們一起打選戰 那張景森能不了解代計權嗎 所以張景森他發這個臉書 透露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他認為代計權應該下台 第二個市政府所有的極高層 都認為代計權應該下台 那就包括了所有的副市長 秘書長還有相關的這些 市長顧問市人都認為代計權該下台 可是柯P說要給年輕人機會 他不忍心幫助他打天下的班底下台 那他就是濫用私情嘛 所以這樣子一個結果之後 連吳思耀民進黨黨團的總召都說 你對代計權的仁慈 是對所有人的一個殘忍 所以我覺得說柯P在這個事情當中 讓我們看到第一個 你是台北市的市長 你不是代計權的爸爸 你開的不是私人公司 你不是代計權的老闆 可是他的心態呢 完全把他當成一個私人公司 或者是一個家庭 把代計權每一個步驟都做錯 他不但說謊 他還現在還陷入可能有很多的 這個圖利的情況之下呢 卻去意回戶去包庇他 而且他今天最新的發言呢 我覺得已經強烈的抵觸 我們議會的決議 譬如說議會不分朝野協商 大家都認為你要用撫函 再發一個公文來 然後把那個圈圈叉叉正式揭露 可是他今天引用銀行法 說這個銀行也不能公布 這個客戶的呆帳啊 他是完全錯誤 因為不能公布銀行客戶的呆帳 是有銀行法的保障 可是悠遊卡並沒有一個專法 來保障他 那我們要公布的也不是客戶 是公關 這個公關是不要錢的 你把這麼多的公關卡拿去送人 他那些被送的地方不是你的客戶 結果我們連這些送給誰 我們都不能問 對 然後公關是你們自己做的 那些人不是我們的客戶 然後公關卡的這個部分 是我們市民買單 好 現在台北市 袁徐鴻停一陣在我們的線上 不過在今天呢 雖然大家還在討論 有關於戴基權 是不是在他的檢討報告當中 還被這個前 這個悠遊卡的公司的員工爆料 說他在裡面說謊 因為根本沒有預購這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在新聞上面 我們看到在蘋果 即時新聞中討論最熱烈的 還是許洪廷他的臉書 尤其他在這個 要不要告24小時過去之後 沒想到嗆聲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要聽洪廷的意見 我們先來看這個最新的報導 怎麼這麼多人這麼無聊啊 看到自己粉絲團上被辱罵性自演灌爆 熊廷越看越氣 前一天發出24小時通緝令 要求網友刪文 否則採取法律行動 今天11點過後 在我的粉絲部落格 跟我的粉絲專業上面 有任何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經 跟類似言論 我都會採取法律行動 而且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會偏激的人大概有1%吧 所以我認為大概有400到600人 熊廷態度硬起來 揚言對網友告到底 辦公室外充斥著花欄 為他加油打氣 不過常常一串流言不減反增 前一天4000多筆 隔了一夜暴增近兩倍到8000多筆 熊廷也喊冤 引用馮光遠特殊性關係 早已經不是第一次 我很不希望有一天 我聽到馮光遠講說 你跟洪志坤兩個有特殊性關係 不會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對同樣類似的發言 他會覺得有人身攻擊的意味 你會希望熊廷也道歉嗎 算了 阿彌陀佛就這樣 柯文哲好感嘆 但被熊廷惹毛的還有藝人 簽關為秘書長金普聰 他特別發出聲明 要熊廷正面回應 什麼叫做不對等的政治權利關係 不要隨風搖擺自私立場 敢做不敢當 一片真心照明月 但無奈明月照勾曲 原本要大眾正式波卡事件 徐洪廷一句話 把柯文哲金普聰通通拖下水轉移焦點 反倒成了柯文哲的救援隊 謝謝陳立國 李沛山 SNG小組特別報導 好 徐洪廷議員很生氣 他說這些人我一定告到底 洪廷在線上嗎 是 好 那你現在決定要告嗎 我想跟主持人說一個部分 我想我昨天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但是很可惜蠻多媒體 我覺得不管是編輯台的問題 或者是用字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昨天提到的事情是 我並不會去規避 或者我並不會去逃避任何人對我的評斷 或者任何人對我的評論 或者是網友的這個指教 所以我要提告的是 那些對我用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經 以及所謂這種人生過激性的 這樣的言論的網友 那我絕對會提告到底 所以我想我剛剛也非常明確的表示 就是說我給的時間 就是今天上午的11點 今天上午的11點之後 所有在粉絲部落格上 我想用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經 辱罵的人 我想我會採取法律的行動 OK 就是三個字的 五個字的 七個字的 還有其他嗎 人生攻擊謾罵這種 人生攻擊謾罵 一共加成有多少個 我沒有辦法預估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就說 可能大家後來知道 我的臉書是我自己在用 對 那這個我的臉書上面 現在有三篇文章 各有大概八千個留言 但是八千個留言裡面 又各有 每一個留言裡面 又分了三四百個留言出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確定 總數大概有多少 這個是一個很難判斷的事 但我只能確定的就是說 我想這會變成一個 我的臉書會變成一個平臺 這個平臺我將找尋所有願意跟我一起 就是說所謂專政網路風氣的律師們 分區做處理 那律師看我會牽尾多數給律師 律師只要覺得這個案子 只要涉及了所謂的五路 就是我剛講的三字經五字經七字經的 這個部分 那他們自然就會去做處理 所有的費用將從求償的費用裡面支出 那剩餘多的費用 那我們將全部捐給公益團體 我們剛剛這樣算一下 你說的三個粉絲團 每個八千就兩萬四對不對 你說兩萬四裡面 每一個都衍生出三百個 幾乎 七百二十萬 我不能說有這麼多 因為有的只有二三十個 有的只有一個 有的甚至沒有人留言 但也有的就是一個留言群下面有五六百個 OK 如果平均一個五個的話 就有十萬個耶 那這裡面 你看了嗎 這裡面是罵你的多 還是跟你打氣的多 其實我說老實話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簡單的有看了一些 那我認為大概可以到五五左右啦 一半一半 那這樣至少五千個 裡面罵三個字 五個字 七個字 大概算一下吧 應該有五百個吧 有沒有 我相信不會多啦 因為我認為這社會上偏激的人 沒有這麼樣的多 我也不相信有這麼多人是這麼偏激的 你跟他們喊話之後 你不是要他們道歉嗎 或者私下跟你這個和解 或者拆掉 把它刪掉 有人跟你私下 就是跟你說我 對不起我做錯了 這個跟你這個告解的嗎 蠻多的 真的喔 其實蠻多的 好 所以剩下這些人 我們在這個媒體上看到說 至少四五百個跑不掉 你要告的人是不是 我認為就是說應該這樣講啦 那個時候我們是以這個 總數來百分之一啦 我認為整個社會可能偏激的人 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嘛 然後用這樣子去做一個出股 所以我應該這樣講 確切的數字我們還沒有辦法統計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平台 要等這個平台出來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算 但我唯一能夠保證的是 就是在十一點之後 所有在我臉書上面 粉絲團上面 用所謂的惡意謾罵 髒話謾罵 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經的這個部分 這些網友們 很抱歉 我一個也不會放過你們 OK 所以你全部都要告 刑事還是民事 還是都告 我想這個細節會將由 律師去做專業的處理 OK 那你這樣告下來 台北地震署會很忙 我想這個 我確實會有思考到 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也希望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並不相信 台灣的核心價值 是每一個人會有很多人 會去他不認同的人的家裡 去做嗆聲 去做三字經的惡意乳馬 我並不相信 這個社會是這個樣子 可是事實上 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狀況發生 我希望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遏止這樣的一個風險 當然我也看到某些廉政委員 主動的在網路上 用一種疑似教說的方式 在教導民眾規避這件事情 我想請問的是 我不斷的在講 這個政府的一言一行 代表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 如果這個城市有這樣子的一個 聯政委員 這樣子的一個律師 我相信每一個律師 他從事律師職務的初衷 都是希望這個社會更美好 我並不相信有人會去做教說這樣的事 但如果真的有人做 我希望社會大眾也考慮看看他們的私人問題 宏廷你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在網路上吐你嗎 我我說真的 就是說台灣現在最欠缺的就是對多元意見的一個包容 我當然知道以現在的政治氛圍會有很多偏激的言論發生 但是不管再偏激 我並不相信台灣有這麼多的人會到不認同的人的家裡去做這樣的一個所謂挑釁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在這個輿論當中有人給你一個建議就是說基本上你在網路上會招致這麼多的批評是因為你在一件事情的價值選擇上站錯了風向 這樣說對嗎 我沒有我應該這樣說我在我的臉書上面我也提到就是說不會人的說我做了一個廉價的價值判斷 那這樣的判斷我個人認為這沒有對錯的問題因為這是選擇的一個問題 而選擇隨之而來所招致的任何後果都將有選擇的人承擔 所以我選擇我承擔 所以洪廷你的同黨老前輩金輔充批評你敢做不敢當你會提告嗎 我其實蠻不解的就是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發生 我曾經跟很多的媒體人說過就是說我對馮光遠用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我個人認為是判是攻擊對馬英九總統做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那我認為我對法官的判決非常的不共同 但既然法院已經認證了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那惡法易法惡的判例也還是判例 所以引用這樣子的一個言論去做所謂的這個質詢我並不認為何處之有 所以對於我想對今天真的這樣子的一個發言 我想我是依法依人民的這個職權去行使我的質詢權 那一切依法行政謝謝指教 所以你會去那個嗎 你會去告他嗎 我當然不會啊 為什麼會去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我蠻認同你說的就是說你看完金輔充對你的這番話 你說我本將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我覺得你一定覺得你有點那種被五雷轟頂的感覺 因為我聽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感覺上你是替金輔充在找台階下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找台階下 但是我對這樣的一個行為我是蠻打抱不平的 什麼樣的行為打抱不平 我對就是說法官判這樣子的結果我是蠻打抱不平的 結果他沒有領情啊 他沒有領情 他不但沒領情 他反而還跟你說叫你做事敢做敢當 不要說一些那個有的沒的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台灣社會確實好像存在著所謂的兩種標準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只能交由社會做公平 那對金先生的感受我只能說我蠻不解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OK 還有另外就是你告了如果四五百個人 這些人萬一萬一到頭來 萬一到頭來都不起訴 他們回頭萬一告你誣告 你會被四五百個人告 我想我剛才說過 我認為這件事情 就是說到人家家裡去用髒話嗆聲的這件事情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台灣會有那麼多的人 會去做強的一個事情 我也希望台灣社會去往一個和諧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會採取用以戰止戰的方式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我的選擇 所以我剛提到我的選擇我承擔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狀況我也願意承擔 好 謝謝洪婷 謝謝洪婷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也爆出了就是 到底這個代計權裡面的檢討報告裡面 有沒有很多的瑕疵 而且甚至還有很多說謊的情形呢 我們看到波卡瑕疵品 竟然暴增十倍 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難道這中間有什麼樣的引擎 這些瑕疵品拿來做些什麼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劉如娟 他說魔鬼藏在細節裡 從瑕疵卡加上樣品卡有一百五十八套 就知道資料是假的 他說又有卡向來樣品卡只會留五到十套 商品發已經很多年了 不會有什麼瑕疵卡 而且銷售前的預購是是掰出來的 他在悠悠卡待這麼久 沒有聽過有這種銷售前的預購 任何人拿卡片都要填寫領用單 所以很簡單 領用單拿來看看 就知道誰領了多少套 目的為何 不要再欺騙社會大眾了 而至於這個波卡的構思 戴基群曾經說是他想的 但是沒有想到說 後來又不是 推說是團隊當中有一個人 特別提到的 他是誰呢 有一個鄭姓成員提議可以找 暗黑女神波多也結衣來拍封面 到時候一定會變成熱門話題而大轉 當時戴基群跟林小琦 聽完後相當認同 才開始籌劃波卡的發行 所以這到底是誰去找了波卡的 這個波多也結衣呢 是戴基群還是鄭姓男子呢 戴基群在說謊嗎 慧珠姐這件事情的羅生門是什麼 我今天下午接到一個爆料 就是鄭姓的這位小姐 你看這是她的照片 這些資料我們正在去查證 然後要來做解密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們在這個LINE群組裡面 其他的國民黨議員都說 他們也接到很多的爆料 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先請假嘛 這個再說你要把他免職 也不是我們市政府一個命令下去 也不是說保護啦 我覺得我們常常是說 給你一個機會嘛 他現在這個狀態他也是 你把他綁在這個靶場的靶上面 也沒有 對他也沒有更好 所以說讓他下去嘛 機會也不能無限上綱啦 敵人